阿富汗恐襲死傷超過200 拜登下令反擊 五角大樓說美軍任務未變 誓言打擊幕後黑手 聲稱對恐襲負責 極端組織ISIS-K腦底被揭 河北邁英案警方急刪通告 疑藏慰莫如心黑莫 習近平一句話大陸七富豪急忙捐據款 《嚴重違反規則》海外央視CGTN再被英國闖罰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8月28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8月26日在多國加快撤僑行動之際 阿富汗突發兩宗自殺式爆炸案 造成幾百人傷亡 事發地點一次在哈米德卡爾扎伊國際機場KBL 另一次爆炸則發生在巴倫酒店Baron Hotel 27日CNN引述阿富汗公共衛生部官員的說法 死亡人數增至超過90人 超過150人受傷 據美國官員說 美軍傷亡人數由12人增加到13人 這是美軍在阿富汗喪生人數最多的一次 伊斯蘭國恐怖組織ISIS-K宣布對襲擊事件負責 ISIS-K說其中一個自殺式炸彈襲擊的目標 是美國軍隊的翻譯和合作者 襲擊發生前 美國似乎接獲一些相關情報 25日 美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發布安全警報 敦促在赫布爾國際機場大門外的美國人 立即離開 同時建議美國公民不要前往機場 英國和澳洲也在當日發出類似的警告 針對襲擊事件 拜登總統26日發誓要追捕爆炸事件的攝氏者 並已命令五國大樓對伊斯蘭國附屬機構 ISIS-K實施打擊 拜登在白宮新聞發布會上說 白宮表示美國全國將降叛旗 對阿富汗恐怖襲擊的受害者而是尊重 美軍中央司令部指揮官麥肯錫上將 在26日下午國防部的新聞會上 誓言將找到肇事者並予以還擊 馬肯錫還警告說 赫布爾機場仍然存在發生更多襲擊的可能性 存在的潛在威脅包括火箭彈攻擊 車載爆炸裝置以及自殺式襲擊 他說有些威脅可能是迫在眉睫 有些隨時可能發生 我們正在盡一切的努力防止這些襲擊 他還補充說 美國是與塔利班分享這類情報 有些攻擊已被提前挫敗 在被問到ISIS威脅時 麥肯錫表示 ISIS的威脅極其真實 但美軍仍然會在8月31日截止日期前 繼續在機場執行任務 疏散美國公民 第三個國民 特別移民簽證持有者 美國使館工作人員 和面臨危險的阿富汗人 據麥肯錫估計 還有大約1,000名美國人滯留在阿富汗 聲稱對襲擊事件負責的ISIS-K 全名叫做 伊斯蘭國呼羅山分支 Islamic State Corazon 成立在2014年底 並作為ISIS的分支機構 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區活動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報道說 ISIS-K自成立以來一直與塔利班不和 這兩個組織其實是相互敵視的 美聯社報導指 隨著塔利班近年來尋求與美國談判 很多反對談判的塔利班分子 都轉向更極端的ISIS-K 斯坦福大學國際安全及合作中心 CISAS表示 ISIS-K嚴格按照伊斯蘭教法進行管理 並使用暴力執法策略 例如公開處決 殺害部落長老和關閉學校等 另據美國軍方估計 直到2017年 美軍已經消滅了七成半的ISIS-K武裝分子 包括該組織的一些高層領導人 一些負責監督聯合國制裁的人員認為 ISIS-K在阿富汗東部和北部 有大約2,000名武裝分子 但他們也指出在領土方面遭受重大損失後 該組織沒有法治不分散行動 近日一名女子涉嫌將自己生的嬰兒 以7萬元賣給山東省為房市 一家醫療科技公司被拘捕 事件涉嫌非法人體實驗 河北警方首次通報後立刻刪除相關消息 並拒絕外媒探訊 事件曝光後外界再次聚焦中共為莫如心的敏感話題 活摘人體器官 河北省張家口市沽原原公安局8月25日發布消息說 本月14日拘捕一名22歲任性女子 他涉嫌在7月底將自己生的嬰兒以7萬元的價錢 賣給山東省為房市灰文區一家醫療科技公司 這則警方通告發布幾小時後被刪除 此外包括河北省委機關部 河北日報的官方微博 以及多間入門網站轉發的該通報都被屏蔽 澎拜新聞8月3日報道指 販賣親子事件即是整個犯英案中的冰山一角 而這些犯英黑幕被揭開源於民間志願者 常觀正義長達一年的臥底調查 澎拜新聞追查發現 警方未透露的涉案公司名為山東百子生殖醫療科技有限公司 它的註冊和辦公地點位於圍坊市灰文區 在去年才成立 該公司以生殖健康為招來 實質上從事非法代任、販賣嬰兒業務 目前該公司法人朱雲黎 已及多名販賣嬰兒嫌疑人已經被捕 據常觀正義披露的相關證據顯示 在今為止至少有圍坊中醫院、圍坊婦幼保健院 疑似捲入此事 醫院對於入院和出院 甚至是出生證明等網開一面 令販賣嬰兒得以順利進行 自從亞洲電台對圍坊中醫院查詢相關事件時 該醫院頗有微言 他們甚至表示 傳媒揭露這件事的真相依然不明 有關的部門肯定會通知我們 如果要是欠罰我們的話 整個人肯定會通知衛健委 衛健委肯定會通知我們 但是我們到現在 我們沒聽說過這些有關的消息 說實話 網絡現在這麼發達 什麼意識都有對不對 那它的真實性 要對有關的部門去證實 是不是 另外 維房市、維健委 面對自由亞洲的追問 則回應說 他們正在等待警方的調查結果 據悉 志願者上官正義 在掌握相關證據後 曾向核區 灰民分局 東關派出所報案 但該派出所並沒有立案 直照事件曝光後 迴訪警方才勉強成立了專案組 事件曝光後 外界再次聚焦中共為莫如心的敏感話題 活摘人體器官 旅美的迴訪人劉濟懷 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此前聽當地官員透露 中國的流浪人員 成為奇怪買賣的犧牲品 他還介紹了自己身邊發生的相關事件 以來自四川 曾經孫漢元、芭蕉鎮、高霸村的知情人透露 一名叫農真元 有輕微智障的人 在外出打工期間離奇失蹤 當年尋找依然無果 他的親友一直懷疑 他可能遭到販賣器官的犯罪分子的謀害 但在今為止 當地警方沒有任何解釋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日前提出共同富裕口號 話音一落 已經有多名中國富豪主動響應 捐巨款買平安 彭博8月26日報導 今年以來 包括雷軍、張一鳴、黃興、楊元慶、黃增等 7位中國億萬富豪捐贈50億美元 比2020年全中國慈善捐贈金額高兩成 同時有不少科技巨頭承諾 計劃捐出公司利潤 例如騰訊為共同富裕項撥款500億人民幣 拼多多也宣布投資100億人民幣協助中國農業發展 根據中國慈善榜 今年押金為止 這些捐贈總金額已經超過2020年全年中國公司 和個人捐贈總額的近270億元人民幣 習近平今年在演講和會議中 至少有65次提到共同富裕 去年全年提了30次 彭博報導說 目前尚未清楚共同富裕政策 含義將包含哪些內容 但中共官方宣傳中已經提到財富的第三次分配 包括個人捐贈和企業慈善工作 以及政府和市場干預 香港中原地產主席施永青讚民表示 共同富裕的提法令商界朋友大嚇一驚 施永青指出 共富結果可能是共同貧窮 而中共執政初期在農村搞人民公社和大獲犯 結果不努力的人越來越多 經濟增長就會停滯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上熙也持相同觀點 8月24日他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表示 共同富裕可能會變成共同受窮 劉上熙說 歷史告訴我們 均貧富並不能實現所有人的共同發展 甚至可能令發展陷入停滯不前的境地 8月26日英國通訊管理局 以嚴重違反公平及私隱規則為由 再次對中國國際電視台CGTN 中國環球電視網罰款20萬英鎊 而在6個月前英國吊銷了它的許可證 英國通訊管理局表示 這次罰款涉及的案例是瑞典籍的桂敏海 和香港居民鄭文傑 今年3月 CGTN也曾因為他們違反公平 隱私及應有的公正性規則 被OFCON處以22.5萬英鎊的罰款 今年2月份 英國通訊管理局吊銷了CGTN 在英國的廣播執照 因為經過調查發現 該機構受控於中國共產黨 這違反了英國廣播法 但CGTN 很快在較容易獲得廣播許可證的法國 獲得批准 因此它又自動獲得 在其他歐洲國家的廣播許可 之前CGTN自稱恢復了在英國的廣播 其實轉了英國監管的漏洞 在互聯網上 或不需要廣播許可證的FreeView 播出它的節目 美國之音 引用前五角大樓情報分析 蓋瑞特說 西方民主國家用傳統監管傳媒的做法 無法支應對中共的信息攻勢 蓋瑞特說 這是中共的資訊戰 這個已經不是日常的傳媒業務 正如我們在英國 看到的CGTN案例 監管的方法太被動了 對方有太多方法可以繞過監管 蓋瑞特指出 我們必須再次認識到 這是中共信息和政治戰的一部份 我們需要新的組織來監測這一點 今日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們下個禮拜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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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